继续带您关心高品地区的相关新闻 为把关食品安全 高雄市卫生局针对21家中西市早餐店展开机查 结果查获一家早餐店存放5项过期食品原料 卫生局今天表示 以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裁罚新台币6万元罚还 并将过期食品当场销毁 另外有5家早餐业者 则有冰箱没有温度记录表 从业人员未体检等缺失 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后以复查合格